首先,我请几位先做介绍一下,好吗? 我是余强中,大家就叫我James好了,James Yu 您是这个会长是吗?这个后裔 我们这儿可以说是没有会长 我只是说跟另外几位朋友先发起这个事情 所以我们说我们是Founder,这个创立者 当然大部分的事情我一个人在做了,是这样子 我叫Taylor Lin,我也是国经后裔之一 我是王科生,我也是参加后裔组织好多年了 据我所知,就是说在NCK游行的时候 又出现了之前几年经常出现的国共内战的情况 是不是这种情况? 您说是国共内战,这句话可能太重了一点 因为在这里都没有战,只是说大家心里有点不愉快 就是说好像觉得有点何不如 没有办法融合在一起,这是有的 就是说双方只能试图融合在一起,但是失败了 如果要讲试图融合在一起,那是我 因为我接受的任务,从RIS接受过来的任务 就是说希望你们能够融合,是不是? 它是这样子的,我可以从最早讲历史开始 好吧,给我一分钟的时间就够了 好的,好的,好的 我们在第一次游行是2014年 但是在2014年的前三年 我和一位叫余果祥的老朋友 我们聊天的时候就提到了一点 我说Enter Day这个东西真的是人家很了不起 人家纪念他们的祖先如何如何的 是不是? 他说我也有同样感到 我一到澳洲,那是50多年前 一到澳洲的第一天看到他们的Enter 我就非常感动,我说是 我说我们也应该可以参加 因为什么? 我有个消息说他们将,因为老兵凋零了 就有很多的后裔来说 我说我们也是二战的后裔 您的父亲是吗?也是国庆老兵? 何止是老兵? 他第一次在1932年就参加了第一次上海战役 松户的那个第一次 上海战役 然后1937年就参加第二次的松户战役 两次都是从头打到尾 编制你来说什么?编制 当然,他是炮兵 他的故事呢,可以另外来讲 但是这里我也不愿意 因为我们的目的不是在宣扬我父亲 了解,我们回到这个事情上 2014年的时候当时有这个想法 对,所以我们一直跟RISL的高层 开过好多次的会议 他们都不太愿意同意 一直到最后 我拿出来了一份毕业证书 是我父亲在1945年去参加美国的指挥参观 大学校的毕业证书 上次写得清清楚楚 我父亲的名字阶级 做了些什么事情 我拉给他们看 他们才接受 他说这个是我能接受的 他说你父亲弟弟觉得是二战的 这个,所以我也就相信你一个人 说我James一个人 是这个,作为组织这个国军 他们的定义是1939年到1945年之间 在中国战场上头的这个部队的后裔 来参加 他说你是唯一的一个主持人 就是这个样子 我可以这么认为 就是说他给你一个定义范围 就是35年到45年之间 在中国战场参与过对日本的作战的 然后呢他就把这个 这个是他唯一的标准 剩下认定全部在于你 当然他还有很多其他标准 OK 比如说他说 谁去打过韩战 我们不接受 谁去打过越战 我们也不接受 因为 在RSL的游行的队伍当中 你看不到Russia的人 你看不到德国人 你看不到这个日本人 你也看不到土耳其 在第一次世界大战之后的人 嗯 他说那些都是澳洲的敌人 我们不接受 但是呢 他拿土耳其的 拿土耳其的那个观念 来告诉我说 土耳其在二十四战后期 是盟军的 这个一份子 那他们这些人的后裔 我可以接受 他们的定义就是这个样子 至于你遵不遵守 就像我 我们现在的 嗯 面临的情况一样 我这里都有 我明知道有些人呢 他 他 他不符合这个标准 很有本能够符合这个标准 对不对 但是他不遵守 我也拿他们没有办法 是不是 啊 西方人是一个 trust 嗯 对不对 对你的一个信任 这个信任是在于你自己 尊重你自己 我说这个事不行 你硬要来 那你要 我们也不会说 一脚把你踢足以后 你都把你打出去 没有这种事情嘛 是不是 这是这个样子 但这是一个规矩 嗯 你要不要说规矩 这就是问题 所以 人家给我们的一个标准 就是这样的 所以 我们在2014年的时候很有意思 Enzal Date的前三天 RSO副会长打电话给我 今天你能不能来参与啊 嗯 哦不是 哦对 他说你 啊 我们正在开会 你12 你11点以前 你赶到这个会议的时候来 我给你一个 一个指示 我是连爬带滚都赶着到 哈哈哈哈 就是2014年 您申请的时候 您还没想到 他会得到这个批准 然后他就 我们一直在希望 三年 都没有 但是他那天 他们他们那个 那个会议的时候 我就赶过去了 嗯 才跟我讲 你们可以参加 但是 条件 也是有的 嗯 不是说是没有条件的 你是来自台湾了 嗯 我们不希望你大国旗 嗯 就台湾的今天白日期 这个国旗 对对 这是第一 那么他也要检查我们的对齐 嘿嘿嘿 这个 那 当时我们没有 没有可以 你勾携的条件 嗯 但是大家都不能 我不打中华民国国旗 我也不能打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国旗 嗯 嗯 平等的嘛 是这样 所以这样 但是呢 他跟我们讲的很有意思 然后 你们来自台湾的人 20个 你来自中国大陆的 10个 给我的那个 那个 那个限制 就是这样 你30个人参加留学 就是这样子 我说那很好啊 对 所以我可以接受 接受这一点了 这句话 是在2015年以后才开始给我的 嗯 2014年的时候 因为只剩下两三天 是不是 哦 就叫我立刻组织 好 我就组织 我组织了13个 来自台湾的人 我们参加了第一次的游戏 非常非常的好 在这个雪梨的大街上走的时候 可以讲是非 人家没有见过这种的队伍 掌声如雷 嗯 就是这样 极端的欢迎 那么会后呢 会长和他们的 他们的这个主办人 都给我们 面对 很好的反馈 就是把我请过去 给我一个 当面的一个嘉奖 嗯 2015年就出了问题了 可是我刚才就听到您说 我就想这 怎么突然提起来说 大陆要10个 台湾要 对对 说明已经有人跟他们急了 说为什么只有台湾的 那所以我就要讲2015的事 2015年 在end that day的前一个多月 那边就说 你们应该要接受另外一个队伍参加 end your leadership 这些我所讲的这些 我都有文件 因为这是会议的记录 都有文件 文件的那个记录 我说为什么要来 他说那些是什么人呢 他说人家的complain 说你不愿意 那新市军的人参加 我说是我不喜欢啊 我说新市军还没有 没有真正的参加过抗战嘛 这是第一 而且新市军是一个 被国民政府撤销的番号啊 嗯 是这个样子 他说那 那那你不行 我希望你能够接受他们 他就要挟我 那么在这种状况之下 我说好你要来参加就来参加了 新市军的人先打电话要求参加 被我拒绝了 然后他们就走到RSL去了 事实上他们老早跟RS有了关系 你知道我是当然不知道这里头的 这些我们也没有需要去厘清这种的 后来RS就了解到这个事情 就跟我讲说 你们只有只能容许30个人 你当中20个是你们的人 10个是中国大陆的人 但是这个规矩从来都没有 英文叫Forthier过 嗯 反而是台湾来10个是 那个大陆来了20几个 最多的时候升到五六十个人 是这样 是您这个规矩没有告诉他们还是怎么样 知道 这是有副本的 英文副本的给他们 我这里也要澄清一下 因为李大哥说话里面会有一个模糊的东西 大陆指的是共军 还是指的像我们这样从大陆出来的 国军后来是有区别的 完全混在一起了 已经没有办法去区分了 很多人他 他我想你这么讲讲你的祖先抗论的历史 有的 我祖先七岁就参加了八五局 那你也不用笑啊 这是他的故事 我也不能说他不对 我们教会都有这样的人 是不是 也无所谓啊 13岁有大法 对不对 有这种事情没有人能够否认你 没法证实 没法证实 那你说是这样 在澳洲的一个规矩来讲的话 就是你说的话 我的信 是不是 这是这样 不信是第二阶段的事情 是不是 把你把你不认为你合适 就把你提开 那是第三阶段的事情 所以这是西方的一个做事的一个方法 就是先假定我相信你 对 如果突然发现了有情况啊 这个东西你不可信 那我们再做 然后再 对 那这里头呢 经过几年以后 里头的问题特别的多 嗯 你知道 所以我曾经两度写信 给RSO的会长和总会长 抱怨这种事情 我说这里头 因为RSO非常注重你的qualification 你的资格 嗯 是不是 你带的勋章 是不是你的 人家都要查 曾经有过 地方的RSO的那个club的会长 带了人家的勋章 或者是假造了他的那个历史被人家抓到 马上赶出去 嗯 马上赶出去 我说我这里头 有好多的意见 我不太了解到 那 但是呢 这个太复杂了 RSO并没有把它 take up as a case 你知道 所以 我们也就这么一路混下来 您反映的 您刚才说反映一些重大的问题 您都反映了哪些重大的问题 就勋章造假 或者是勋章造假 是不是跟越战有关 你也不知道 还有 有的人的勋章 不一定是他自己的 嗯 对不对 是这样 因为你也 勋章 虽然每一个勋章后头都有号码 你也没办法查证 他发勋章的时候 给你的那个证书 就是说 您像我带的勋章 我父亲的勋章 这一点 您要跟观众们讲的 在RSO这里 你父亲 你祖上 所有人带出来 你都可以带出来 但是 必须带在右方 在右边 在右边 你自己的勋章 带到左边 是这样 这两个不能混合的 在一起的 所以你走出去 你看 他在哪边 你就可以立刻知道 他带的是 我祖上有过这么个小 这么个荣誉 您特地说这一点 是不是有很多人混带的 你不了解这种 就是仪式和形式的 你会犯错误 我第一次就是带在那 OK 他马上给我指出来 你不应该带在左边 你带到右边 这是一个特别的注意 15年开始的RSO就要求 你把大陆军 或者是共产党军队的这些后裔 也全部invote进来 包括 这样子 我们那个 因为他们也组织了一个 什么叫做 anti 法西斯 反法西斯 什么组织的 那里头呢 他们主要的是 八五军西斯军的人在主持 但是很多的 这个国军的后裔也就加入到那里头去了 这些我从 因为他们要参加 N战队都经过我的 我的interview 一个个的把调查过来 有的人就知道 跟我单独 那个接触 像王温克森 像泰勒 都是单独跟我接触的 那些呢 就是 他因为他加入了那个组织 他就听从那个组织的 那个 那个调度 是不是 那个组织的投论就是 孟金森 是不是 是这样 那么 这里头的重大的问题就是说 他们不 不听从 这个RSO的 这些这个 这个 规定 还有这些 然后虽然他也 一定要 因为你如果说 不经过我的这个 审核的手续的话 你就不能 加入进来 我有理由把你 推出去 但实际上 我从来没推过一个人 因为 我没有那个权 你可以推 即使说我们在 游行的时候 我们发现有了问题 RSO的 这个Marshall 也没有那个能力 这就是 这就是西方国家的 无能的地方 我 我梳理一下 RSO是让你去 Lead这个方针 对 但是你没有权利 把人踢出去 有 他可以 这是他不愿意做 就是你没有选择过 通过这种强制的手段 把人踢出去 没有过 也做不到 你要去做 你强迫去做 那么你 就是说 在这个地方造成一个 不和谐的一个 一个情况 因此 这么多年来 我从来不做 因为 那一种话 变得我没有理 你知道 所以我也想 他就为他没有理 我补充一点 我补充一点 就是从前些年 可能大家都知道 就是澳洲 为了跟中国做生意嘛 那么在很多的地方 他也是采取这种欢迎的态度 嗯 那么这个呢 也造成了一个机会 让他们能够很容易的 就是 渗透到澳洲的各个 这个部门来 包括大学 包括这些 研究机构 甚至包括 这个退伍军人 这个团队一边来 那我们 我们的意义在什么地方呢 就是 RSL的明确规定 就是不能 在 包括在越南战场上 还有朝鲜战场上 站在澳洲军队的 对立面的敌人 也参加我们这种 纪念 先例的这种 游行的队伍当中 这个是对先例的一种侮辱 这个是 我们 我想补充的一点 这个是不是余孙先生 你们的态度 这也是我们的态度 这也是我的态度 从头到尾就是有这个态度 但是呢 主办人并不听你的 这是第一 他们的逻辑是混乱 对 因为他们并不想要知道 你们的内战 为什么要打内战 他不想知道 我可以这么说 他们是多一试不如少一试 你说的没错 只要你能够平平安安的 不惹事 因为同样的事情 发生在其他的单位很多次 你比如说 你比如说有个斯拉比尔 也是一个特别 争议很多的地方 那就是打架的 不仅是打架 还有很多人 公然地侮辱 这个澳洲的无名英雄 墓 就是因为 他们的 他们的里头的 情况很多 所以他并不希望我 我呢 虽然讲过 说我们不能够 举国旗 对不对 但是 两年以后 我在RSO的 所有召集人的大会上 他说 你们有没有意见 我举手我起来讲 我说 我们抗战 是中国国军打的 是中国的 好多好多的例子 我讲出来的 我说 他们是在 这个国旗和这个军纪之下 服务的 service的 他们牺牲是导致这个军纪之下 为什么我们在RSO游行的时候 我们不能打出这个国旗来 那 得到全场 全场彩啊 我还有那个 那个录音在那里 结果后来 他们的那个 很聪明 他见了 你坐好来 我们以后谈 好吧 就是这样 以后 我带到零起盛去 讨论过两次 都是 或是你破掉了 对 这是第一 后来我跟零起盛 我们两个 就跑得到 legal aid 你在legal aid 法律 法律 两次 我可以讲说 我们有没有资格拉国籍出来 他们的结论是有 他说 and the freedom of expression 你有资格 我甚至 我也叫 我可不可以要求一个cord order 来做这个事情 他们也可以 但是这个东西太复杂了 我就没有办法继续下去 这就陆陆续续的拖到今天 而且越来 四周围的环境对我们的 越来越看不起 外国人不跟我们交往 外国的 这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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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老兵那些 对我们是 赤字以鼻 我甚至于在前面领队的时候 陆陆续的老兵对着我大吓大叫 为什么 就是他觉得 中国 他看到中国两次联想到中国 不是 因为 来自 另外一个 一些人 团体的人 带的是 中共的那个勋章 大义勋章 对啊 带的是这样 他们呢 也有过 越南的 后 部队的后裔过来 指的是 你带的是什么勋章 是不是 即使是你的 他都要过去打他